金鐘結束之後 第一個遇到的女兒就是徐老三 然後我本來想說 她會不會就是冷嘲熱諷 然後我就坐上車子我就說 寶貝 媽媽沒得欸 她說我知道啊 沒什麼啊 她說至少妳穿得很漂亮 然後我想說 這孩子還是有人性的 大孩子真的是 說她是牛 會太過分 她真的是一頭不動的牛 就是雖然非常漂亮 可是她說不要就是不要 她就說我覺得我這樣就夠了 我現在就是很幸福 每一個時刻都在演韓劇 就是連我們家人在他們面前 已經出現過多少遍了 他們兩個還要在那邊 我姐一直說叫我不要撐他們熱度 她一直說你撐你姐不熱度撐夠了沒啊 現在都盡量讓自己比較是喝醉 就是喝到開心 我就那個回家 因為徐老三盯我盯很近 倒一杯紅酒 她就會說要喝 然後我就會說好一杯就好 然後我如果回去有一點醉 她就會說你為什麼要喝醉什麼 所以我就想說不要被她唸 免得又吵起來 就是盡量控制一下 她一直覺得就是她是一個很成功的藝人 然後因為我那個前兩天 就帶她去稍微逛了一下街 幫她買一些冬天的外套什麼的 然後在逛一家服飾店的時候 那個老闆就憋了很久就問我說 因為我戴口罩 她說請問你是小S嗎 我說我是啊 她說那我等一下可不可以跟你合照 我說當然可以啊 然後徐老三就立刻跑過去說 你為什麼不跟我合照 她說因為我喜歡的是小S 她說你不知道我是誰嗎 我是徐美女 她說你是她女兒是不是 她說對 而且我比她漂亮很多 然後跟我合完照之後 那老闆娘也就勉強地跟她拍了一張照 金鐘結束之後第一個遇到的女兒就是徐老三 然後我本來想說她會不會就是冷嘲熱諷 然後我就坐上車之後我就說 寶貝媽媽沒得欸 她說我知道啊沒什麼啊 她說至少你穿得很漂亮 然後我想說這孩子還是有人性的 你要她講好話就 就是有點太勉強她了 她已經說至少你穿得還不錯 就已經算是很終極的好話 然後沒有說你怎麼會沒拿啊 這種就已經是我就很欣慰了 去到我姐家 然後看到姐夫就是 對對安慰是真的是有被安慰到 主要是我覺得她真的很貼心 是因為我們第一批人到的時候 她就開始烤肉炒肉炒飯 然後過一回我大女兒說 媽媽還有沒有剩的 我們也要去 然後她又要再重新把那鍋熱 然後又再炒飯炒飯 然後過一回又是我大姐的兒子說 我還是來好了 然後她就無止境的就是一直不斷的重新炒 她都完全毫無怨游 然後眼神永遠都是就是 充滿了愛心的感覺 我不知道我現在眼中只有胸部 大S好像有說什麼 但我忘了 那我媽可能就說寶貝 你知道我們心中就是最棒的那類的廢話 大S真的是一 說她是牛會太過分啊 她真的是一頭不動的牛欸 就是雖然非常漂亮 可是她說不要就是不要 我就說我覺得我這樣就夠了 我現在就是很幸福 就是每天兩個人在家演韓劇 她就覺得心滿意足 他們倆畢竟現在還是才那個 剛見面到一年了嗎 好像還不到 我也不知道 反正他們倆就是現在感覺 就是超級新婚期 每一個moment都在演韓劇 就是連我們家人在他們面前 已經出現過多少遍了 他們倆還要在那邊 我姊姊一直說叫我不要趁她們熱度 她一直說你趁你姐不熱度 趁夠了沒啊 呱 deh 超級新婚來的 你爆烤